不過152我實際上也真的很認真去試 但後來發現真的很麻煩 他提取一個 他要提取第二個 提取第三個 然後變成說你又要串一大堆公司 所以最後公司這麼一長串 看了就覺得這應該不太OK吧 然後呢 這邊他底下又 所以 當然可以轉Function 可是轉Function會變成有一個長 有個寬 有個高 當然你可以變一個Sup 可是後來想一想 好像我曾經有用過某一個功能 可以更快的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是我內建有一個功能 他可以快速解決 那我何不用內建功能就解決 所以後來我想到一個功能 就是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第一個當然你要選範圍 我要剖析 所以剖的範圍是B2到B8 有沒有 第二的話呢 那當然按下資料剖析之後 他會有兩種方式讓你剖析料 一個是你的符號 那因為看起來好像有符號是前刮弧 後刮弧對不對 其實可以 但是他一次變成說只能夠放一個符號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這個方法其實可以 但是你要多做幾次 可是有沒有發現 下面還有一個方法 叫做固定寬度 後來我發現 這個不是固定寬度 對 好像位置都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最快的方法 我發現這個地方應該比距離更快 所以我推薦你用這個 OK 你要怎麼做 第一步 請你用資料剖析有沒有 然後選固定寬度 記得選的時候要選取 選B2到B8 按下一步 第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請問你的PO的位置在哪 上面不是有個尺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這個尺的上面呢 把前刮弧的右邊 跟後刮弧的左邊選起來 所以點一下 所以你這邊要點準喔 有沒有發現 點一下之後這邊又畫一條線 這邊畫一條線 要點準喔 你如果點不準的話 那怎麼辦 比如你沒這麼準 沒關係啦 拉一下就好 拉過來 這樣也可以 所以你如果假設 你點歪了沒關係 你要按住不要放 上面三角形嗎 拉過來就好 好 那你說這個 總共需要有六條線 那六條線要幹嘛 你下一步就知道了 就是你要的留下來 不要的去掉 要哪一些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錄齒籃 這個要不要 要 跳過 反正你就把不要的選起來就對了 這個要 這個不要 不會錄 這個不要 不會錄 OK了 那最後跟他講說 你的資料要 最後把這些剖開的東西放哪裡 那應該放哪裡 放B2嗎 不對啊 B2有資料 所以放C2 有沒有 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什麼公式都不用下 按完成看看 不過他會跳這個 按確定 有沒有 應該最快吧 我發現試半天 試的真的 越試越越覺得不行 後來想一想 對 知道剖析不是比較快嗎 對 OK 不過前提是剛好位置要是在固定的地方 如果不是在固定的地方的話 那你還是只能硬著頭皮做啦 OK 不然怎麼辦 那我這邊順便 因為剛好這一題是可以的 所以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但是可能會有同意說 老師那問題是我如果最後我想要變成VBA呢 那你這邊你又不是用VBA 你又不是用ChargeVT啊 那你總不可能怎麼辦 如何描述 你把剛剛的那個知道剖析再跟大家講一遍嗎 我看應該不知道能不能通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變VBA的話 除了用那個什麼ChargeVT之外 其實你們還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叫做錄字聚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產生的這個方法 不是透過AI 而是透過你滑鼠鍵盤做的動作 沒關係 你是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製之後 就會自動幫你產生VBA的SARB程式了 不過各位記得啊 它只會產生SARB 它不會產生Function 所以我一直強調聚集就是SARB 因為聚集它只會錄下SARB 不會變Function 是這個意思啦 那怎麼做 我待會兒講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動作 記得喔 選B2到B8 2的話就是說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好了 看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